这开局这里有个奖杯舞王 而这一关的名字叫刷舞王的快乐 作者说第一次投稿 那咱们就来试一试 这一关僵尸的情况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那既然是刷舞王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一关不就有个僵王博士吗 我还真不怕他 三路这个鸡枪是都得铲掉 这样咱们才能安心的刷舞王僵尸是吧 那既然是刷舞王僵尸的话 那咱们就尽量挑一些好的植物 那除了机箱加火炬 还有巷子葵 其他植物呢 我都不要 有山叶草和历史草呢 咱们吹就完事了 反正要保证奖舞王的安全 反正这一关的卡片比较多 所以咱们遇到魅惑谷这些东西呢 还是可以打一下小僵尸的 有人会说 你这样刷舞王是不是有点耍赖啊 这一关的名字都叫刷舞王的快乐 我不刷舞王我怎么快乐呢 这个人是干大事的感觉 不过呢 这机箱射手的暴力有点低 我刷了这么久 才这么几个机箱射手 我还不小心把江王博士给砸出来了 这是你自己找死的啊 别看我这么几个机箱射手 打起江王博士来 那跟虐菜一样 你不信是吧 那咱们就走着瞧 这里有个美国高金果 咱们直接放在山路 给伴舞相生 万一召唤出一个二爷 那咱们就舒服了 卡槽呢 是寒冰箍和辣椒 刚才咱们刷舞王的时候呢 也刷了很多阳光 所以现在咱们有2600阳光 哇 果然召唤了一个二爷啊 我还没注意呢 那有二爷的话 评论区随便挑一个人来都能过来啊 我甚至还可以打打小僵尸 因为江王博士的火力实在是太低了 哎呦 我二爷还解疯了 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我的天 这火力 话说江王博士这么久了 怎么还一次头都没有低过啊 还在放路上僵尸 来了来了 低头了 来 咱们这火力试一试啊 直接把它打脸红行不行 哦 现在我的江王博士 他不会脸红了 那咱们就直接把他嘴唇打裂开 看到没有 而他吐的小火球也没什么了用 我估计啊 这个江王博士 也就是 下一轮应该就能直接收拾掉他了 来了 他又下来了 应该就是这一轮啊 兄弟们 你看 直接二级伤残 还吐了一个小冰球 也没用啊 直接那边清掉 咱们这火力再配上解封的二爷 那输出直接拉满啊 没事 让他再得意一轮 但是呢 你们都知道 诸葛有三次 避过地率 当然 这里的三次呢 是指江王博士 下来三次 咱们看一下 他的血量啊 有老子的僵尸 还有15000 还有14000多血 我甚至都感觉 等不到 江王博士 第三轮下来了 你放巨人 僵尸 他想让罐子里的僵尸 来帮忙 兄弟们 就你这点小聪明 殊不知 罐子里面的僵尸 也是我的囊中之物 我去江王博士 直接没了 我就说嘛 江王博士 第三次下来 必须是摇摆旗 那江王博士 都走了 这些小僵尸 为什么还不走呢 你这不是 自举其辱吗 来吧 全都出来吧 我给过你机会啊 但是你不珍惜 三路还有一堆罐子 来 全部砸出来 加龙炮 配上 卡槽里面的辣椒 神仙都难救啊 又来一个辣椒 一个不够 再来一个 那咱们就直接 一把拿下这一关 刷五王的快乐 我是体验到了